就是多國語系 我前面一直強調 一個APP寫出來 一定要做成多國語系 如果說你不是做多國語系 只是繁體中文的話 那其實下載的 使用user其實太少了 繁體部分 大概就台灣跟香港為主 其他全世界 其他學英 學中文的很多都是 學大陸為主的簡體 所以呢 當然盡量可以有英文版 這個絕對需要 再來需要像日文韓文 簡體諸如此類的其他的語系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翻譯成其他語系 Google也提供蠻好的工具 對應的 但不過它翻的有時候 還是要小心使用 不然翻出來 可能也會啼笑皆非 很奇怪的翻譯 大概還是要看一下 那至少就是說 有一些工具可以提供 那要怎麼樣做多國語系 其實這一題基本上已經給我們一個 大概的方向 因為我們在resource 前面一直強調就是說 我們有一些字串 比如說像什麼 福特 V 那你就要想說 如果你直接打上去的話 它會出現驚嘆號 要我們把這個東西放在那個什麼 stream裡面 把它加一個字串 的一個變數 我們要對應到之後呢 用選的 那實際上那個value 你就是可以制定很多多鬼 就是你如果那個自串 那個stream裡面的中文 你可以另外再把它改寫成其他的語言 那差別的話呢 只是說在value 後面的那一個 這個這個給它一個參數 給它一個那個名稱上面的不同 它就會自動幫我們改變這個語系 那至於怎麼做 我想等一下我們利用這個題目來做一個說明 來做個說明 再來另外就是說呢 這個畫面的布局部分 這個布局部分的話 前面的那個108題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108 104題 前面1題104 104它在布局的時候非常好布局 就是直接拖拉上去 它就自動怎麼樣的放在那個位置上面 那主要是因為它的版面 它的那個layout 版面配置 適用的是那個obstrayout 就是放在哪裡就是哪裡 放在哪裡就是哪裡 那那種布局其實對初學者來說最方便 因為初學者完全不用去顧慮到 就是說我的 這個上面元件應該放哪裡 但是這種布局很危險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不一樣的手機上面 看到的結果就一定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一個絕對的位置 那實際上因為 這個android手機還有平板太多了 所以它會建議是用 不是用絕對的 而是用相對的 那所謂相對就是relative 就是它會自動幫你換一個位置 也就是說呢 它會因為不一樣的手機 或平板的大小 它會自動去調整 那這樣的話比較符合這個未來 你的版型上面的那個顯示 不然的話很容易就亂掉 也就是說這一題 它比較特殊的 這邊底下也有特別強調的就是 各位也可以看到有沒有 在man開啟man man就是我們的主畫面 那主畫面